好,现在我们来进入2022年的第二期的教主技术进化论 可能上半年我的这个进化论会出的比较多一些 我喜欢上半年稍微忙一点,下半年稍微轻松一点 当然其实2021好像也没有实现 只是说呢,给我通促了更多的资源来做混合云 当然混合云呢,其实去年也没有讲完 今天还是有些真假的东西要做 但是呢,这几期呢,我准备一直在做一些AWS的课程 因为AWS课程呢,虽然说正课止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遗憾 那么我希望通过进化论呢,来把那些我认为的遗憾来补上 我的预计呢,是再做几期的AWS 然后准备开始读书 应该去年就说了有一本那个时刻出的自动化云维的书 那个好像两千多页的,很大的这个 我也准备找重点来读一读 那么反正呢,就是一直会有些进化论 其实对我而言,做进化论还是比较轻松的一件事情 我也喜欢做这些事 OK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继续 我们来讲这个AWS的S3的Access Point 这个访问点吧,其实 我也一直想做,但是一直没有腾出手来 其实这个政客的压力也很大 那么我觉得只有进化论这种让我稍微轻松点的场景 那么我觉得才比较适合我来发挥 好,我们来看一下访问点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呢? 其实就是AWS的S3 那么但是呢,它有些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聊 传统S3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缺陷 首先,我觉得这都是我一直认为它的痛点 第一个,它的S3呢,要控制 那么,比如说你要做筒策略 然后呢,可能你要做IAM策略 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你一个S3的筒 可能存了很多重要的数据 那有很多的用户 很多的应用 都希望能够访问这个数据 那么,而且呢,你又希望能够做一些 更加,可能在数据上比较重要 你要做一些更加精细的控制 那这个时候呢,势必会造成你的这个策略条目过多 策略条目过多 我就有一次写的过多 然后呢,就超过了 我觉得2,它应该默认给你的 应该是一个20... 2048个字节 这么一个大小 很容易超过的啊 那个限制是很容易超过的 后来我开了个case呢 做了一个4096 反正呢,这种情况很... 因为,像我做做实验 做实验的话 其实能有多少策略呢 对吧 那都超了 那如果说那种大型的公司的话 那它的这个策略如果做多 那超就太容易了 那么,所以说呢,策略特别的多 全部写在一起 首先,可能写不了一起 那就是限制的问题 而且写在一起呢 就特别特别难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策略可能过多 不好看 也可能真写不了 就可能有限制 还有一个呢 我认为也算是一个奇葩了啊 它的统策略和IAM策略 是同时起作用的 啥意思呢 你看一下这个官方的这个 官方的这个 这个策略的查询顺序 我们不用看 我们只用看这个第 三列和第四列 感受一下效果啊 他说呢,首先呢 有没有基于自愿的策略 这其实就那个统策略 那么如果说有统策略 那么统策略放了你了吗 放了,好,那你就走了 好,然后呢 如果没有放 不会被干掉 那么继续去查 有没有基于身份的策略 就是那种基于用户的那种策略 IAM的策略 那好,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 那好,你被干掉了 如果有的话 那么他放过你了吗 他放过你了 那你就走了 那好,也就说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明确deny 当然明确deny流逼 当然一会儿呢 我也是通过明确的deny 就是明确的deny deny是最牛逼的啊 就是他会找到所有的 在后面的策略当中的deny 那么deny 绝对最牛逼啊 其他里啥耳劳都没有用 你就 他会找到所有这里面的 所有的deny 就是deny掉 就是deny最牛逼啊 当然一会儿呢 我也会通过这个deny来做一个 我心目当中 我觉得比较好的 这种白名单的策略 好 你看啊 这明显就是说 那 统策略放 也没问题 然后呢 在这个 这个 IM策略 你们放 也没问题 比如说呢 是两边而闹 加在一起的结果 两边而闹 加在一起的结果 比如说呢 你统策略 其实我开始认为 我开始认为应该是 你必须要IM策略要放 然后呢 统策略也要放 然后呢 你这样的话 两重放 你才进得去 其实不是 那就说呢 你统策略不放 我的 我的用户那边 角色那边的策略放了 也能过 啊 OK 然后呢 角色那边呢 角色那边可能 反正两个加在一起的结果 可以理解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就让人比较 缺心眼的地方 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 那么 你要了解这个 这个到底放了哪些流量 来访问你的资源 那么你可能 既要去看你的统策略 可能还要去看你的 这个IM策略 两个策略要加在一起 这就很崩溃了 因为可能 可能你在想说 我在桶这一个点 来做控制 把那些问题都给堵住 那么按理说呢 你们都进不来了 但其实不是 你这个桶里面做的在 你这个桶策略里面 不管你怎么做 那么那些IM策略如果放了 它也能进得来 你想想啊 桶策略呢 算是一个单点 就在这一个点 我就一个桶 我就一个桶策略 那么其实在桶策略 这样控制呢 其实会 我觉得在桶策略 这样控制呢 其实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我每次呢 只用在这个地方来看 然后呢 你看我放了什么东西 那么就只有这些 那其他都不可以 但是呢 你扛不住 那么有那么多IM的策略 而且你知道 有些人做策略 总是很省事的 很有可能 你永远防不住 未来某一个缺心眼 可能觉得现在 可能还没有问题 你永远防不住 未来某一个缺心眼 他可以来个S3 full access 那就彻底他们些菜了 是吧 所以说呢 就是我希望能够实现什么呢 能够实现这个 在单点 最好单点 我希望是在统策略这个位置 能够实现一个 白名单型的控制 就说呢 我说什么过 那就是什么过 那么只要我没说的 就全部过些 就根本来不了 你别随便给我来一个IM策略 然后你随便 因为做人吧 就是容易这个比较奔放一些 那有时候 有时候简单的说 哎呀 这个放什么放了 太麻烦了 我就来一个什么S3 full access 那就车里歇了 那么不管你桶防得多好 那么那个边只要一放开 那么什么桶他都可以访问 所以呢 这种两个加在一起 这种方案 我觉得是特别的不可控的 就是说很难避免有意外 就是你觉得现在还挺好的 但是未来你怎么都有个缺心眼 他会给你来个S3 full access 这就非常的危险 所以那我希望能够实现 在单点 就是最好是在这个统策略的一个位置 就说我做一个白名单 未来你们怎么 IM那策略不管你怎么发挥 那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白名单来走 我白名单里面的 你放 那就有意义 那我这白名单没有放了 那么你们再怎么放都没有用 这的话 未来在审计策略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我再看这个统策略 统策略这就是这个白名单 那这就是Base line 这就是基准线 我这没放的 那么你们怎么发挥 你们都放不了 我觉得 这是我觉得一直想实现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 就是最好能够在一个点 至少看到一个Base line 就是基准线 就是说 就是这是一个底线 就是我这就是我的白名单 这就是我的底线 那么超过这个底线的 通通你都别给我通 你都别人访问 好吧 你不要因为这个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来做了一些IM的策略 哪一个手一滑 来一个S3 Full Access 我这防线就破防了 这个就不合理 对吧 我觉得呢 这就是我希望得到的东西 就是说呢 今天呢 在这个进化论里面 我都希望能够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呢 就是以前策略太多 能不能够给它分散开 然后呢 还有一个能不能够实现一个在单点 其实我就希望能够在某一个地方 做一个单点的这么一个白名单 这就是我的目标 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能不能实现啊 这个刚才我们看到了 要实现这个呢 我觉得用这个S3的访问点 还真的是一个好办法 那以前你想想一个问题啊 以前就你就只有一个 以前呢 你就只有一个筒 那么你也就只有一个这个筒策略 那么你都在一起写 那首先很困难 写的会很多 还有一个呢 在这种在一在一个地儿写 你要写一个baseline的白名单 其实真的还是挺困难的 因为这么多 你说这么多来 然后呢 我全部都写在一起 然后全部要控制白名单 我感觉难度真的还是挺大的 那么 所以说呢 我们有没有一个办法 能把这个策略分开呢 分开就是用于不同用途的 有些来自于互联网的 来自于用户的 那么我我给你做一个策略 然后呢 来自于VPC的 来自于一些RAW的 那么来自于重要服务器的 我再来一个策略 我首先我的希望就是说能够分开 那么好 这个访问点的这个技术 就能够把这个东西给你分开 为了一个共享的数据集 等每一个access point 创建一个唯一的访问控制策略 好 也就是说很简单啊 就是说 你这个桶 现在呢 我就不让你直接访问桶了 我就不让你直接访问桶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来去做访问点 那么这些访问点 通过访问点 你必须要通过访问点 来访问桶 就说桶 我就不让你访问了 可是我都不让你知道 这个桶名是什么 这个资源名称 我都不让你知道 那么我就做一个访问点 你看访问点里面 其实是没有桶名字的 访问点是访问点 自己的名字 好吧 就说我连桶名字 我都不给你讲 那么你就只能访问这个访问点 通过访问点 然后来访问桶 通过这个访问点 来访问这个桶 那这种做法 其实就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什么呢 就说那么可能有不同用途 比如说这是什么用户的 各自源自于互联网的 这又是哪个部门的 这又是源自于VPC的 对吧 等等等等 那么你可以为每一个用途 虽然说他们都访问这个S3的桶 但是呢 我为每一个用途 做一个访问点 OK 你必须要通过这个访问点 才能够访问这个桶 然后呢 我在访问点里面 就只基于你的这种请求 然后呢 做一个非常严格的 悲似烂的白名单 就是只要从你这来 只要访问我这个访问点的 那我就可以做一个非常详细的 一个白名单 而且呢 由于我只管理这一片 所以说我的策略不可能特别多 而且看起来呢 也一定会比较容易看 然后呢 我也可以卡的比较死 那么就专门给你做一个 基于你的这个白名单的 严格的控制 这个确实我觉得还是真的一个好东西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呢 我以前上课呢 其实也没有讲S3 一般来说S3的这种API访问 都是通过互联网访问的 但是有些情况呢 很有可能你只是想说 我不需要互联网访问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只希望能够特定的角色 然后通过VPC 然后来访问我这个桶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一个叫VPC的Endpoint来访问他 OK 对 我想起来了 那么这个现在我先 因为我讲理论 可能要 我可能要费点时间 那这个时候呢 我先把这个 我的CloudFormation拿起来 好吧 我先把它拉起来 先把这个资源创建好 然后呢一会儿因为创建其实也要花点时间 我的学员呢 也可以看看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是在这个S3S3这个里面多了两个 三和四 一个是访问点 然后呢 一个呢 一是一会儿用来测试的VPC 这两个YAML 然后呢在Script里面呢 就会多了两个运行这个 CloudFormation的这么一个脚本 还有呢 就是说 用Voto3这个脚本来去做 访问点操作的脚本 还有呢 在这个EC2里面 用这个命令行 来对这个访问点做操作的这个脚本 这个命令行嘛 这算命令行 这算是脚本 这算是命令行 好吧 这样的话我就一下都给讲了 OK 这个BOD3也讲了 然后呢 这个命令行呢 我也讲了 好 我先不多说啊 我先把这个拿起来 先把访问点拿起来 有很多东西啊 那一会儿呢 我也会给你介绍 你看这个基本上也300多行啊 基本上也300多行的东西 然后呢 一会儿呢 把它起来之后呢 我再准备 看一下啊 有没有 好 正在创建 正在创建 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好 我们继续讲理论啊 这样的话 我一会儿呢 就可以创建这个访问点 每一个访问点呢 有它自己独立的地址 然后呢 你给你的这些客户啊 你给你的这些应用啊 都给它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让它访问这个访问点 然后去访问这个S3的童 每一个 然后呢 这样的话 每一个AP 每一个访问点呢 都有自己独立的 首选策略 这样的话 你看起来比较方便 就是未来你要做安全审核 对吧 你要做安全审核 或者安全审计吧 那么你在这儿看 它的策略 就OK了 就是这种应用 在这个点 然后呢 你在这儿看策略就好了 而且呢 在这儿呢 你也可以干得比较死 因为你如果说都在捅这地方 由于可能太多东西了 你要把这个资源控制特别死 可能还是很困难的 但是在这种访问点 那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做干得特别死 你就可以 由我们来看一下 就真正的放到白名单 就说 唯一就是 有一个唯一点 就是说 在我这个点 我说了算 我说什么能过 就什么能过 谁 谁他们说好都不好使 什么IAM那些策略 你们未来不管 出啥事 反而我这儿是 肯定不会到你过的 我这单点控制 就是白名单 我这儿说啥是啥 你IAM呢 就说我这是一个控制权限 你们那些IAM只能是我的白名单的子集 你的你的IAM策略不管怎么放 你必须是我的子集 然后呢 你放是没问题了 那么绝对不能超过我 你超过我的肯定通不了 这就是我希望实现的这么一个效果 好吧 好 然后呢 这是这个VPC的endpoint 就说呢 以前你在VPC里面 其实呢 你在这个EC2里面 其实通过互联网访问的 那也就是说呢 你既然你通过互联网访问的 别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访问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效果 就是说呢 不要开放互联网访问 互联网访问不安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能够说 能不能够通过 一定要在我的VPC里面 甚至一定要在一个VPC的某个 某个路标里面的直网 然后呢 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VPC的S3的endpoint 然后呢 就能够来访问访问点 然后有访问点 来访问这个桶 有这么来控制 就算了 我就不用开放互联网了 就脱离了互联网 然后呢 就是防止了这种 有互联网的渗透 然后呢 用一个私有的链路 来访问这个访问点 OK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做 各种各样的限制 我们还可以说呢 就说这个一定要是 源自于这一个VPC的 然后各种权限 也可以控制 也四轮做白名单 能够卡死 但是呢 至于我这儿 我做策略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endpoint 应该是做了一个proxy 就是这应该做了一个代理 代理 也就是说 不是其实不是直接访问的访问点 这应该做了一个proxy 由于做了proxy 我发现 原始的principle信息会丢失 比如原来principle 可能是一些raw 之类的东西 就会发现控制不了 我查了文档也是 就是控制不了这个raw相应的东西 但是其实就是在访问点这儿 在访问点这儿 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EC2的raw 原始的principle 控制不了 但是呢 这儿是控制不了 但除了principle以外 其实都是可以控制的 就是说你EC2过来 你说应该是个raw 对吧 然后呢 你过来 那么 控制不了 怎么都控制不了 这个principle这个地方 是丢失的 由于应该是做代理造成的 那么所以说呢 但是呢 如果说你非要控制这个raw 控制这个principle 其实可以在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VPC的这个endpoint里面 也可以做策略 你可以在这儿 对它的原始的principle 做一些控制 那这样的话 这儿虽然说没有principle 但这儿可以做 其实两个加在一起呢 也能做到 我希望要的那种 代名单的严格的效果 好吧 好 上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啊 这个有没有拉起来啊 这个拉好了 我们再把我的EC2搞好 EC2 EC2 我的EC2 好 基本上呢 这个就 就没有多大个问题了 这应该差不多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来重点看一下 这个策略内容 这个等会儿 这个EC2也应该有了 刚基本上那些都给做完了 S3 你看这个桶应该就 桶就应该有了 然后呢 访问点 访问点也已经出了 反而创建吧 你自己看看吧 你知道这个ColorFormation 基本上这个也不是什么 多大个问题啊 基本上现在我都不在这点 我觉得没有多大个意义 你看有两个 看一下有两个访问 一个呢 就是源自于互联网的 一个是源自于互联网 这个连我这个都没有权限 都没有权限 看得看不了 我管得特别细啊 看不看得了不重要啊 当然了 它这个对象 其实你在这儿看就行 你在这个S3桶里面看就行 这个S3桶还没人管你的 我还是可以进来看的 好吧 但是访问点这个里面看 资源已经不在里看了 这个看不看不重要啊 那么主要是这个 你看访问点有自己的 这个资源的名字 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个别名 那都可以用啊 资源名字和别名都没问题 都可以用 好 然后看一下啊 那这个地方呢 这就是它的这个访问点策略 我们一会儿可以看看卡的表示 好吧 这是一个就是源自于 我有两个访问点 一个是允许互联网来的 那么只限制某一个用户 卡到用户 卡到资源 卡到 action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是VPC的访问点 就说呢 只允许某一个VPC 卡到行为 卡到资源 卡到raw 啊 OK 这是两个 好 我觉得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吧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那个 呃 开始呢 我觉得就说那既然都创建访问点了 那也就说呢 这个 这个统策略就不重要了 就是 统策略就是已经就是有访问点控制了 其实不然 啊 正常情况下呢 访问点也要放 统策略也要放 那不就扯了蛋了吗 对吧 那我们既然用访问点 就想 相当于就是说 你统就必须得让访问点来发挥作用 你就不要管了 对吧 那访问点还要放 你还要放呢 我们真的可什么呢 对吧 开始就就就就发现确实有个问题啊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呢 你需要做一个策略 这样的话 可以让这个统下发策略 就是下发控制权限 就是让那个统下发控制权限 到这个访问点 是可以的 那好 就是这就是这个策略 啊 在我的这个cloud formation里面 其实就是在哪呢 看一下 就是同 同 同策略 就是这个部分 就这个部分 啊 其实这是 统的资源 然后呢 统的资源的 杠心啊 然后呢 相当于这啊 你看啊 这是一个条件 就说呢 所有的访问我的桶 和访问我桶下面的这些对象的权限 全部必须由这个访问点 他们来管 他们来控制 这就是一个下发权限的一个策略 啊 有了这个之后 当然如果说你想看看这个具体的策略 我们也看一下啊 具体的策略 在这儿 啊 那我这儿全部打开了 因为这个已经我不管了 我我全部放开啊 然后呢 全部全部呢 由这个 啊 就是我这个账号下面的啊 访问点的账号来控制 啊 来来控制 由他来决定 那么访问我这个桶和我这个桶下面的资源的所有的操作都交由这个访问点来做 哎 这个做完之后呢 基本上你这儿就不用管了 啊 呃 如果不做这个的话 那么访问点要放这个桶也要放 那真的叫扯淡啊 好 那这样的话 你下面的策略就在访问点这儿就可以做决定了 啊 你自己做决定 然后每个点呢 每个访问点的分开控制的 你可以卡的把它卡的会比较死 啊 这是第一个啊 这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让这个桶呢下发访问控制策略 好 呃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讨论互联网链路 互联网链路呢 讨论起来比较简单 这跟我们传统的概念也差不多 那么既然桶策略已经下发到访问点了 也就说呢 我们只用过IM策略和这个访问点策略 其实也就好了 呃 IM策略呢 我是正常放的 呃 就是看一下IM策略 IM策略 这是互联网的访问点 这是互联网的访问点 我看IM策略在哪儿啊 这是互联网的访问 VPC的访问点 互联网的访问点策略 VPC的访问策略 对 哎 怎么输出了呢 看啊 应该是这个 啊 管理的策略 互联网的访问策略 好 应该就这个啊 啊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啊 我们放了这个三个行为 get put delete 啊 然后呢 啊 允许这个 允许访问 看下稍微 稍微特殊一下啊 就是 这是我拼了一个访问点的这个资源 那么注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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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region 然后呢 帐号id 访问点 访问点的名字 访问点的名字 啊 刚才呢 你看前面应该是创建过访问点 来看一下创建访问点 啊 这是统 不是 这是统策略 啊 这是一个访问点 你看访问点的名字 啊 这是访问点 访问点的名字 那有说呢 啊 我们这儿的控制 这点多啊 不好找 这个啊 啊 然后呢 这是访问点的名字 好 稍微有一点注意 这个这个还好说 你看啊 如果说你要控制这个访问点的资源 看好啊 斜杠 object object 那一定要加 这前面是访问点 然后呢 一定要加一个object 然后呢 这才算是根目录 这才算是根目录 也就是说呢 这个访问点的根目录下面的 internet 这个目录下面 你可以去做get put和delete 所以有个object 这才是根目录 也就是根目录下面的 internet 这个目录 你可以做这个操作 OK 好 然后呢 我把它呢 给关联到了一个组 然后呢 我有一个用户叫apuser1 那么放到这个组 我现在呢 看一下 我现在的 这个 报图3这个脚本 就用了这个用户的 用了这个用户的这个 aksk 所以呢 我这脚本呢 应该就可以做测试了 就说呢 这个用户属于apgroup 然后呢 apgroup呢 apgroup呢 就有这个im的策略 这个好理解吧 然后呢 我们就只放了这些内容 这个呢 也算是非常精确的放行的 这也算是非常精确的放行的 但他放不好使啊 他卡死没有问题 但是万一有人 其他人 是手艺手艺的 我来一个s3 full access 那可就毁了 所以说呢 他放行是要精确 这个没有问题 要限制这个组的用户 那么能够精确的来控制 他能够对这个访问点的访问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你在这个访问点那个位置 一定要做一个baseline 未来所有的那些 就是未来的这些所有im策略 都只可能是你的子级 最多等于你 或者说你的子级 OK 不能像以前 以前是 我这放 里面也放 大家一起放 那么大家放了家在一起 然后就可以访问 这太全眼了 我的想法是未来要控制的话 就是说 在这个访问点这 做一个baseline 就说我 我定了低调 基调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我定了白名单 然后呢 你们放了没问题 你们放了 只能在我这个放的范围以内放 你们多放了 绝对没戏 那怎么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看一下 这个还是比较有趣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创建的 那个internet的访问点 这是vpc的访问点 这是internet的访问点 这是访问点的名字 这是他所在的桶 OK 正常图形化见面 当然就是在这儿 就在新建一个访问点就好了 他的桶 他的名字 然后呢 紧接着就他的策略 这个策略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再有什么来看一下 有一个以前我还真不太知道 有一个非resource 你看一下 只要不是这个resource 只要你不是对我这个internet的目录 这个resource的操作 我匹配 不是这个访问这个目录以外的目录 就是除了这个目录以外的目录 你要访问干掉 那是不是我这样的话 你要知道 deny是最牛的 就是没有谁能比deny牛 你看一下啊 这个deny是最牛的 全部deny拿出来 先干掉 deny是最牛皮的 谁你再讹闹都没有用 我这个一个deny就全部灭掉 我觉得用这种操作比较好 除了这个资源以外的 其他资源你要访问 就给我歇了吧 好 然后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叫not action not action 就是说呢 只要不是这三个行为以外的 只要不是这三个行为以外的 那全部干掉 OK 由于你是这个 由于你是这个访问点策略 所以说呢 你必须要指定 此下面的资源一定是访问点 我试过用心是不行的 用心就不行 他说这个心是什么鬼 我们在这个访问点 你目的只能是这个访问点 所以说呢 这个是不能用心的 当然了 我这基本上也算全部了 我这个访问点 和这个访问点下面的 所有的对象 只要你不是这三个action的 你给我歇 好 然后继续 还有一个叫做not principle not principle 就说只要不是这个ap user1的 你给我歇吧 那好 基本上就卡死亡了 只要不是这个用户的 被干掉 只要不是这三个行为的 被干掉 只要不是这个资源的 被干掉 那还有什么呢 基本上也就只有这个用户的 这个 这三个行为的 这个资源的被放过 OK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普通的这个访问策略 那基本上也就是按照这个 卡这个点的最上线 这时候相当于我的这个基调 那我的这个白名单 对吧 那么那个 刚才那个策略 这个策略 基本上就是卡这里的基调 也是这个 三个行为 也是这个资源 OK 然后呢 一会儿呢 也是放到这个组 组里面呢 用户就在这个组里面 那是不是就正好是这个基调呢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当然我放多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就是我再给他放多 也没有意义 因为那个基调已经被 那个 那个访问点 那个策略给卡死了 好 那没问题吧 我们就来测一下 我们来测一下 测一下 测一下 现在呢 应该都可以访问 那这是这个访问点的 这个 ARN 我切到了这个APUser1 然后呢 你看啊 这是Region 这是账号 然后这是我的访问点的名字 好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 就依然用这个 BOTO3依然用这个 S3的这个 API这个部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我们的文件 我们的一个文件 Index 然后上传到 一定是Internet这个位置 上传 这个下面先注视一下 好 上传 应该 你在这儿 你在桶这个地方 是可以看得到的 是吧 这是可以的 上传也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 上传 但是你上传到 你Internet的这个目录 下面是可以的 你要上传到VPC的这个目录 就挂了 是吧 然后呢 如果说呢 你想去下载 应该就是把它下载到 AP Index 这要不报错 就是肯定操作成功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删掉 对吧 删掉 删掉 我们来看一下 删掉有没有问题 删掉 删掉 没有问题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同那个位置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那么我现在不让删 当然了 你这儿 你这儿不放也可以啊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那个白名单测试啊 就这个 这个VPC的不对 这是Internet的 好 那么比如说我们不让删 我们不让删 好吧 删除被阻止掉 我们重新刷一下 CloudFormation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的访问点 我们Internet的访问点 Permission 你看现在有三个 现在有三个 我们把 重新刷一遍 现在更新 正在更新 好 更新完毕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部分 刷新一下它 好 一看就没有Delete了 是吧 没有Delete了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试试看 那么我们 传一个 传一个 哎呀我天 传一个 然后呢 传上去没问题啊 传上去没问题 这个没报做 没问题 那我们删 哎你看那删就删不了 menu 吧 哎 可以讲哎 这个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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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 怎么会 呃是非这个的被 deny 我试试啊这个3怎么删不了呢 怎么这这这应该是3了啊 这应该是删了的啊 嗯 诶 赞尽管网断了 诶 赞尽管网断了 有等会啊 可能是网个问题 诶 我这个网断了 我再试试啊 好像这个网有点问题啊 我这个 传传传上去了 然后 delete 哎 你看这应该是denaccess啊 这可能是刚才有点慢 好吧 这反正应该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但是今天这个 这怎么网络有点问题了 好 那基本上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就搞定了 好吧 那好 下面呢 这个算是一条线 然后我们继续看另外一条线啊 另外一条线呢是VPC VPC呢稍微复杂一些 VPC呢有三道坎 那么VPC三道坎呢 就说首先IM策略你得放过 那这是我们的IM策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IM策略呢 这个基本上差不多啊 继续看我们的 继续看我们的策略 这个我先取消图示啊 这是VPC访问点 先不看他啊 这是Internet访问策略不关他 这个VPC的访问策略 好 你看它也比较简单啊 基本上老套路啊 就说呢也是三个行为 然后呢也是就只是这个位置是VPC这个位置 好吧 那么好 我我给他了一个这个 肉给了一个肉 然后呢这个肉呢 关联到了这个 Export instant profile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 然后呢我把它给导出了 我把它导出了 然后呢我们的EC2里面就用到了这个肉 用到这个肉 那么应该说呢 他就应该有这个权限 这个EC2呢就应该有这个权限 这个呢还是比较传统的 这个这个比较简单 好 这是一个点 呃 然后呢我们再看看这个PPT啊 首先呢你要先先有权限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VPC的这个 endpoint VPCendpoint 我们来看一下啊 VPC的endpoint VPC的这个 S3endpoint VPCS3endpoint 其实其实图讯画界面在这创建 嗯 这有点骂 就现在 EC2 我其实挺乱的 还真的不如考虎 FORMATION啊 呃 然后看一下这个 我看能够编辑一下吗 编辑一下 OK 那这是我自定义的 自定义的策略 啊 其实这个创建标减呢 我我这样我给你创建一个 让你感觉大概什么东西啊 呃 服务啊 你要选一个什么 呃 我记得是 con.yama 讯 AWS 我觉得S3吧 叫 哎我天 S5S3好像不行 con.yama 讯AWS S3 不是这个 啊我我我给你看看啊 region region S3 有个region S3 再来一遍 呃 这个要改成 U.S East 1 S3 呃 应该是要选 看看应该是要选这个 服务 Service 应该是gateway 我记得应该是选gateway 我看看啊 gateway 啊 你看这个选gateway gateway就可以 好 这是一个啊 呃 就是你要选那个服务 我在那边啊 呃 con.yama Gateway AWS us est 1 s3 好选这个gateway 好然后呢你这儿呢就可以做相应的策略对吧 相应的策略 呃 当然呢你也可以先先不不管他 你先 创建的啊我记得还要放我还要记得啊对这这这这啊 呃有一个你要关联一个VPC VPC那里还有关联一个路由表看到吧 OK 然后呢这还可以做访问控制策略 基本上就这些 好吧 那么当然呢在我这其实你什么都看得到啊 在我这里什么都看得到 啊我做了一个访问点 这是访问点啊先得那个访问点就是访问点 呃这个这个访问点做好了啊 啊应该叫endpoint 这个VPC的s3endpoint 访问点一定要先好 呃然后呢这是我的策略 策略咱们一会儿再看 然后呢你看啊 呃什么样的服务 然后呢哪个VPC 哪个路由表 对吧 然后呢这是相应的策略 基本上跟刚才我们做的呢图形化界面做的呢 基本上也差不多的 好吧 好 那么这是第一 这是第一个坎就是你先得把这个点做了 然后呢 呃这些EC2呢位于那个路由表里面才可能通过这个endpoint 才可能访问访问点 然后才可能访问S3 否则的话 啊否则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也能访问这个S3 呃也能访问这个访问点 但是就不是通过这个这个网络去的 啊就是不是通过这个私有的网络通过VPC去的 而且呢我们一会儿在这个访问点访问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限时从VPC来的就说呢 这样的话 那我限出VPC来的你从互联网其实也去不了 好吧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endpoint endpoint 咱们就算是这么创建了 创建之后呢我们来看我们的策略 呃这个策略呢 首先我们拒绝了几个 首先呢必须 只要你不是访问这个访问点 就是你通过我的这个endpoint 一定要去访问这个访问点 其他访问点不允许就是必须是这个访问点 其他都干掉 就是得是这个访问点 其他干掉 然后呢 你必须用的是这个raw 其他被干掉 OK 然后其他放过 其他放过 好 我我对这个endpoint的这个策略的料性呢 我了解了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点 这个principle 只要用这个endpoint的你会发现这个principle 它都不好使 这有个官方文档它说只能用这个先 你用不了 其他的都用不了 好吧 你只能用心 你没有办法用principle 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 这个地方它应该是做了一个gateway的一个代理 由于代理呢 这个原始信息呢会丢失 principle会丢失 所以说呢 你放心肯定不行啊 你 你只要不是心 都是完蛋 好吧 那但是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条件来匹配这个principle 也就是说呢 这个条件只要不满足这个principle的 那就把它干掉 然后你不是访问这个 这个访问点的也把它干掉 其他放过 有人说 我可不可以不放过 我也试过 这个地方没有来个噩唠 是绝对是死的 而我认为是这样 我认为是这样的 就在你这个地方 我认为这两个是必须要限制的 就是说呢 你通过我这个endpoint的只能访问这个访问点 你必须得去它 它在做控制你 好吧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去做一个principle的匹配 因为到了访问点 那个地方是没有 再也没有办法去匹配这个principle了 那么所以说呢 你需要在这一关 把这个principle给卡死 然后呢 让它也必须只能访问那个访问点 那剩下的你放过吧 因为后面还有一关 由这个访问点的地方再来处理它 是吧 所以说呢 你要把这个principle卡死 然后呢 你要把这个去的访问点卡死 然后其他你放过 这是第二关 我们可以在这看到我们的策略 只能访问这个访问点 然后呢 只能是 这个角色 动条件匹配的其他你放过 这没问题 好吧 然后呢 我们继续看 然后呢 紧接着第三关 这已经过了 过了这个im策略是吧 然后过了endpoint上面策略 还有一个就是访问点策略 应该是在这个 VPC 应该有个叫VPC的访问点 访问点 VPC的访问点 好 你看啊 你要限制这个VPC的访问点 只能从VPC来 你看啊 这个地方你VPC设置 那就只能从这个VPC来 它不允许互联网 因为在这个访问点在创建的时候 看一下啊 在这个访问点里创建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到底是VPC来的还是互联网来的 是VPC的话 你要去填相应的VPC OK 你填了VPC 那就必须只能从 VPC来 OK 然后其他这些我都 我都给它打开了 这是我的访问点 然后呢 只能从VPC来 然后这是我的策略 看一下我怎么卡死的 在这里面呢 除了Principle 不能卡死 其他都可以做 那看一下啊 只要你看这个地方 只要你不如原置这个VPC的 不是这个VPC的 你给我干掉 你必须从那个VPC来 那个VPC的也只能去往这个访问点 这个访问点也必须从那个VPC来 那么这样的话 首先 你是你这是VPC 这个地方也再次限制了 只能从VPC来 双保险啊 然后呢 除了这三个行为 其他你给我写吧 啊 除了你访问这个VPC的资源 你给我写吧 基本上你看啊 呃 限制了 资源位置 限制了行为 限制了必须从VPC来 OK 然后呢 Principle呢 是在这个Principle呢 是在那个 Endpoint的策略里面 去卡死他的 是在这个Endpoint策略里面 把这个Principle给卡死他 好 基本上这个就 比较 比较好的能够控制他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EC2 刚才也拉起来了 我们来EC2来 来访问一下 EC2 我们试试看啊 我把这个改一下 好没问题 那在EC2里面呢 我就没有在做Botl脚本了 我直接用这个命连行脚本 那我随便创建一个文件 然后呢 我来试试看 能不能把它传上去 传上去 传到这个VPC 看一下 这是访问 这是访问点 然后呢 这是Key呢 就是那个VPC的一个路径 然后把我本地这个TEST文件给他 传上去 没问题 你看我这应该是可以传上去的 你在S3这个位置 S3这个位置 S3这个位置 在这儿还是可以看到 你看明显的传上去了 对吧 然后继续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 如果说你要 你想把它传到这个Internet的一个 那个路径 这肯定不行 啊 我们卡死了 你只能是VPC的一个路径 你可以传 其他路径你是防不了的 你敢被拒绝 是吧 然后呢 如果说你想下载 也没问题 你下载你的这个 你下载你的 VPC这个目录下面的东西 是可以下载的 下载 没问题 新下载的 然后呢 我也可以删除 也删除 也没问题 应该就删除了 好吧 那这个我也试过 就是我这个卡的这个测试 比如说干掉一个 都可以干掉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呢 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我觉得现在呢 基本上我对S3的这个策略 基本上已经比较了解了 就说呢 以前的统呢 咱们我觉得统策略确实是 但是简单的话 如果说只有一个单一功能的话 我觉得统策略 是没有多大个问题的 但是如果功能比较多的话 最好用访问点 然后这一次呢 我觉得访问点是我的一个学习的点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 这个low 这几个not 我特别特别不错啊 这几个not特别不错 就说呢 我们可以控制 非什么行为 非什么行为的 那种 干掉 因为deny最牛逼 非这个目录的干掉 非这三个action的被干掉 然后非这个 这个VPC的被干掉 就说这个很有意思 就说你要知道 你要卡的延 allow没有用 你永远知道 而且你要房租那种 特别确定眼的 可以来个S3 FullAccess的这种确定眼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需要在一个位置 做一个特别严格的白名单 然后其他你 未来未来怎么放 你一定要在我这个方位里面放 我觉得是可 我才才行 你超过方位绝对不行 所以呢 allow没有用 一定要用deny掉 把这个以外的干掉 把这个以外的干掉 那剩下的不就是只有他了吗 对吧 哎我觉得 这个还真的挺不错的 就说 学了访问点 然后学了这个 not resource not action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这些条件语句 我觉得这次还是比较有 比较 你学了点东西 好吧 那么这次进化论呢 咱们就讲到这 咱们下次 我也不知道下次做什么 我想了什么做什么 好吧 那么下次再见 好吧 请订阅